當慈禧太后遇上維多利亞女王 當秦大百姓要公審秦始皇 歷史原來是可以這樣解讀 全港四十對中學師生參與製作 歷史文化學堂, 主持百耀餐 所謂疾風之敬草, 板蕩式忠臣 每逢在國破家亡風雨飄搖的年代 我們最能夠看到一方面是有些忠臣良將 他們憎憎忠骨, 誓死保存民族的氣節 但亦有一些是貪生怕死, 為名為利, 攀附權貴 以致出賣國家民族的叛徒 特別是在滿清入關後, 在南明那十幾年 固然有紅城囚吳三貴這些亂神賊子 但亦有不少的民族英雄成為民族的良隻 誓死要捍衛我們國家最後的一片領土 當中的表表者就是鄭成功 今天的歷史文化學堂, 我們很高興請到 玫瑰江學校中學部的老師和同學 來到電台為大家炮製一個歷史廣播劇 就是 保著最後的一塊領土, 鄭成功 首先我介紹一下各位同學 朱家琪同學負責龐白 李逆齊同學飾演鄭成功的妻子董猶姑 陳凱葉同學飾演鄭成功 陳啟源同學飾演鄭之龍 胡浩文同學飾演探子和士兵 郭嘉琳同學飾演何濱 毛子涵飾演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人員 指導老師就是鄧鳳怡老師 如果你問我甚麼是中軍愛國 中國又有哪個民族英雄我最景仰 我會說, 除了岳飛, 就應該數到我上功了 他一生打算恢復河山, 而驅逐清兵為目標 這個志願令他有二十歲, 奮鬥去到他人生的終結 今年是1662年 他在台灣病世 中年只有39歲 他是誰? 他就是鄭成功 那我又是誰? 我就是他原配鄭夫人 17歲是我人生的轉列點 那年在1641年 我和鄭成功結婚 我相公的家庭都蠻複雜的 嚴格來說, 根本就不是一等一的良民百姓 我的奶奶是日本人 相公都在日本出生 六歲才被人接回來安平讀書 至於老爺 鄭之龍的來頭不小 海盜出生, 後來才轉為經商 還得到明朝政府的招案 我們婚後第二年 兒子就出生了 相公改了兒子的名字 叫鄭經 經者, 經略世慕 運籌為鴉之意 將來必成大器 相公果然非始終之密 婚後第三年, 即是1644年 相公就考取了福建省第一名 但是好景實在太短暫了 就在同一年 就傳來了闖王李志誠攻破北京的消息 崇禎第二在梅山自毅殉國 明朝就這樣滅亡了 相公, 別氣餒, 細線難料 夫君要看開一點 只是機會還未來 我相信你一定有機會報告國家 誰知事情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沒多久就傳來了 山海關總兵吳三貴引清兵入關 擊敗了李志誠的消息 竟然引外族入關, 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吳三貴這個人聰明絕頂 怎會不知道清人居心 這些為一己私利, 遺棄國家前途於不顧的人 我真是想立即將他碎屍萬段 有一天, 老爺突然帶著相公去見龍武帝 夫君, 老爺, 今天入朝見皇上情況如何 堂皇問我應當如何救國, 我就這樣回答 岳飛說過, 只要民臣不愛錢財 武將不怕死, 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二臣看來, 這兩個說話 在今天還是特別重要 堂皇聽完我說的話, 大為讚賞 還像我勝朱, 並命我做禁軍提督 真是太好了, 我就說了 夫君一定能一番作為 那就是說, 你就是國勝爺 兒子, 你不想太開心 堂皇勢力不足, 遲早都會被清兵所滅 不如現在我們投靠清朝 可以保住這條命仔 說不定還可以飛黃騰達 絕對不可以, 身為余生 將領應該盡忠職守 小言令死, 也不投靠那群青狗 我不像熊成囚, 吳三貴 這樣的叛徒所作所為 我也希望父親不要跟隨這些人 父母有國家, 但父知道如何升官發財 我沒讀過什麼書, 老婆子女說扔就扔 唯一想的就是賺錢搶地盤 不管你是朝廷, 海盜, 荷蘭人 誰比好著我, 我就跟誰合作 誰擋我的腦, 我就跟誰死過 你長大便會明白父母的心意 既然如此, 我父子之情 今天就如這件余福 老爺降清這件事 令上公徒老爺決裂 決定棄民從武, 反清復明 出奇的是, 龍母大母因為老爺投降清朝 而棄用上公, 反而還用他贈首先下關 1650年, 上公看到割破家亡 和人民苦難, 北色大耳滅親, 師父報國 朝廷可以給的兵響不多 上公就冒兵籌響 在廈門展開了他一生的抗清大業 而我當然是嫁雞隨雞, 一直陪在他身邊 這段時間真是辛苦你了 發生了這麼多事, 全靠你我才可以安心 你一個女人跟我重軍, 衣食住行都這麼辛苦 不辛苦, 協助上公是娘子的職責 天經地義 娘子, 你真是心思細密的女中豪傑 你漢子不懂軍國大事 但又明白後方支援去激勵士氣軍心 比其他很多的將軍, 你更加了不起 上公, 有一事 不知道你是否願意聽我的意見 娘子, 你向來意見仲恨, 我怎會不願意呢 快點說 聽說上公準備遠征廣東 而私囊將一層勸敬上公不要冒險 你認為如何呢 原來是這件事 我們連番佳勝, 應曾士氣高昂 向清兵進攻 我覺得私囊實在是掌他人志氣 我已經決定將他留在廈門 原來清兵早已動式上公出兵意圖 趁我們傾策而出, 就攻打廈門 情況如何 鄭之館大人說要撤退了 只剩下司郎將軍抵抗 還有鄭之館大人說戰船不適宜居住 請我們用另一艘船離開 鄭之館貪心怕死, 太可惡了 他一定是珍寶滿在船艙, 怕被害怕 你才帶其他人到碼頭等我 我拿回拿來的神主牌 和上公的機密公民再和你們會合 那次真是很危急 幸好私囊帶著數百精兵 向清兵打退 我以為上公回來之後 會對私囊改觀 但可惜他只賺了黃金 就沒有恢復他的官職 後來兩個人之間再次發生誤會 上公殺了私囊的父親、弟弟 師將軍一怒之下就走了 投教了清兵 對於我們來說都成為了日後的大患 自此上子弟多次招行 上公當然不為所動 繼續和清軍抗戰 在金門建立了強勁的海軍 娘子, 金門太小了 資源不夠 無法幫我們反清復命 怎麼辦呢 對了, 我們可以打一下台灣 以台灣作根據地 但是怎麼打呢 荷蘭軍不若 我們對當地地形毫無認識 又沒有熟識台灣地理的人 上公, 你要三思 正當上公有兒之際 大人, 有位至清河濱的人來求見 讓他進來 鄭大人 小人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翻譯 荷濱 實不相瞞 在下是你父親的舊報 郭勝爺 台灣被荷蘭人罷佔了幾十年 我認為郭勝爺必定願意趕走荷蘭人 幫助同胞脫離父海 原來是這樣 但是我們對台灣一無所知 貿貿然進攻, 實在是沒有勝算 那就容易了 你看, 這個就是全台灣的地圖 我可以把台灣島內各方面的情況 特別是荷蘭人在台灣的 兵力部署情況告訴你 加上郭勝爺的才智 必定可以趕走荷蘭人 相公處事從來都勇往直前, 毫不猶疑 誰知道這一刻他居然難難治愈 這樣啊 現在萬事俱備 只可惜少了屍郎將軍 在這一刻我才知道原來相公一直都看重屍郎的才剛 可惜他們兩個都是心高氣傲 一步都不肯退讓 事情才搞得無法收拾 不過他最後決定要修復台灣 現在我向上天起誓 請並攻佔我大明江山 消殺勞略 神誓要報此家仇國恨 神為名將與清君交戰 欲服我大明江山 卻犯兵家大忌 敗於南京, 又與私郎交戶 因小事與私郎絕交, 逼他航清 使我大明失一歲才 神愧對於天子, 愧對於百姓 今, 神願將功贖罪, 收復台灣 於此制敗天地江河 希望先皇保佑神等 順利收復台灣 只是幾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一戰功成 荷蘭東人道公司馬上召開會議 我們南邊的冠軍已被打敗 而這樣堅持對公司也沒什麼好處 我建議與政君和解, 撤兵居國 就是這樣, 在1662年2月6日 所有荷蘭人坐船撤離台灣 結束了在台灣38年來的殖民統治 台灣人民皆易烈歡迎我們鄭家軍隊入城 從此都奠定了我們鄭家在台灣的地位 可惜沒多久, 相公得了急病 39歲就死了 反清復命點 唯有將希望寄託在我們的兒子鄭經身上 歷史文化學堂, 主持百耀餐 好了, 我們聽完歷史廣播劇 保著最後的一塊領土 鄭成功 之後我們又來到討論的環節 現在全部參與廣播劇的同學 都留在這裡和我們一起討論 我想問問各位同學 民族英雄 我們在歷史上熟悉的很多位 岳飛, 在劇裡面都提到 袁崇煥, 鄭成功 為什麼你們會選鄭成功 你覺得鄭成功和剛才其他的民族英雄 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 首先我認為, 岳飛是對抗金族 而袁崇煥是對抗清兵 他們所對抗的都是現在中國 56個少數民族之一 而鄭成功攻打的是 那個荷蘭軍收復台灣 所以說這就是他們之間的區別 這位毛齒銜同學 他特別現在講到 是中國大陸很流行的一種歷史觀 就認為岳飛那時抗的是金人 袁崇煥抗的是清兵 其實鄭成功當時抗的都是清兵 毛同學意思就是說 當年的金人或者後來的清朝都好 已經成為了我們的中華民族一部分 已經是我們的少數民族 所以不應該強調這方面 是說他們怎樣抗敵 因為已經是自己的中華民族 而鄭成功特別的一件事 值得我們景仰 就是修復台灣 驅逐這個真是外人 荷蘭人 使台灣 是從歸我們中國完成統一大葉 毛同學的意思是這樣 固然鄭成功是多了 比岳飛和袁崇煥多了一件事 就是真是對抗外國人 這個荷蘭 除了這樣之外 大家覺得鄭成功有甚麼特別 是你們很景仰的呢 他的爸爸是甚麼人 其實劇中的重點 就是提到他父子關係 爸爸是鄭之龍 鄭之龍是甚麼出身 鄭之龍最後他的抉擇又如何 劇中提到鄭成功的爸爸 就是海盜出身 會為了利益 甚麼都可以不顧 這裡說鄭成功是為了保衛國家 就是跟他的爸爸決裂 決裂除了一方面是海盜出身之外 還有一件事 就是面臨到外族侵略的時候 鄭之龍採取甚麼立場 他是打算叛國 不止打算 他直接就已經投降了 背叛了 所以當我們說岳飛 他的媽媽怎樣 大家記不記得岳飛 有個好媽媽 鼓勵他精忠報國 但是鄭之龍的爸爸又怎樣 不是鼓勵他愛國 鼓勵他叛國 所以他是這樣的家庭背景 還有一件事 你們劇中沒有提到 鄭成功有個老師 錢謙益 當時是民人中最受景仰 當時都是投降給清朝 所以真的出於污泥而不嫌 這才是鄭成功有別於其他民族英雄的 特別令得我們如此景仰的原因 好了 我想再問各位同學 當我們剛才說那些民族英雄 岳飛好袁崇煥好鄭成功 最後他們成不成功 鄭成功最有成不成功 鄭成功最後只是收復了台灣 並沒有收復大餅的所有江山 而在39歲並死 岳飛和袁崇煥都是被皇帝所刺死的 所以都是不成功的 我想問各位同學 好似我們中國人 我們一直來所景仰的那些 尊崇的那些英雄 都是失敗的英雄 為甚麼呢 我想應該都是因為當時的皇帝太過分庸 這個固然是皇帝昏庸 融下這些忠神良將 我想問為甚麼我們中國人 在歷史上 尊崇的人物很多 為甚麼不尊崇那些成功的英雄 幹到大事的成組大業的 立下漢馬功勞的 我認為悲劇和英雄人物所產生的一些事情 有一個很強烈的衝突 這種強烈的衝突反而能讓人感到可惜 所以說才會 跟我們說得好 是一個悲劇 他們是悲劇人物 越是悲劇人物 越是悲劇的英雄 越是令我們覺得可惜 越是痛恨當時的腐敗的朝政 昏庸的君主 越是顯得這些英雄他們那種情操的高尚 他們那種氣節的可貴 越是激勵到我們那種民族心 因為原來一個人的成就與否 他的工業固然是一方面衡量 但是他的道德措手 才是我們最真實的 各位同學 你們在處理這個廣播劇的時候 有一個很特別的手法處理到 就是在其他學校 暫時我們還未見到的 就是你們旁白 不是一個純粹第三身客觀的另一個人 是鄭成功的妻子 董游士 但是同一個董游士 又用另一個同學的聲音 是來與鄭成功的劇中交談對話 為什麼會用董游士分別做 旁白和劇裡面的妻子呢 這個處理你們是怎樣想出來的呢 其實就是想讓人知道 董游士是當時是怎樣想的 我們想帶出一個是由董游士眼中的那件歷史事件 就是由我們去演繹當中的事成 如果要演繹董游士當時怎樣想的 董游士一個角色就可以了 為什麼董游士這個人物分別用 用龐白和劇中和鄭成功對話的妻子 兩種身份來表現出來呢 龐白其實想說是董游姑的心聲 龐白就是董游姑內心的心聲 是一種敘事的形式而已 但是另一方面跟鄭成功對話的呢 就是進入場景了 那個角色當時就是用一種感情 用一種投入的情況 跟丈夫對話 另外我留意到 有一件事歷史上很出名 也是當時鄭成功很令人觸目的 就是他焚燒如福 你們現在的設計上 就是他跟父親決裂了 不肯跟隨父親做漢奸 就燒了一件余福 表示要從此棄民從武 投軍了 然後再聽到他媽媽 是不甘受辱自毅殉國的消息 但是歷史上其實應該是 聽到媽媽自毅殉國 媽媽他很敬重 不甘受辱自殺而死 很可惜很悲痛 另一方面 爸爸又甘心投敵 於是就毅然去孔廟消如福 來發出一種誓詞 當我們處理歷史題材 然後寫一個變成藝術的創作 戲劇的時候 我們在歷史背景 一定需要有些少調動 或者調節 來加強戲劇氣氛 我明白你們可能這樣處理的時候 就好像強調了父子的決裂 你父親不仁不義 好吧 我就消如福 來投軍報國 但是歷史背後還有一件事 聽到媽媽不甘受辱而自殺 激起鄭成功那種決心 然後去孔廟 焚如福 而且是一種哭告的 哭告的 又讀出一段誓詞的 鄭成功 魏孔廟 焚如福 拜仙師 仰天哭弱 識為如子 今為孤神 向背去留 各行其事 謹謝如福 為仙師超監 這就是一個很莊嚴 很隆重的一個儀式 於是我想提一件事 就是各位在處理歷史題材的時候 儀式不要輕輕忽略了 因為儀式的出現 一定是要經過一些深思熟慮 很細心的安排 要表達出一種決心 一種取向 而且如果我建議 甚至你們把那個細詞讀出來 可能更加給人一種感人壯烈的效果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討論到這裡為止 多謝各位同學